暑假期间 家长和孩子们有了更多的相处时间 但难得的亲子时光却不总是温馨美妙的 近日 家住斗门的张先生就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 情绪激动 一下子心碎了 张先生今年50岁 孩子刚小学毕业 凭这里孩子学习态度认真 但放暑假后却迷上了手机游戏 这让张先生很生气 在与孩子发生争执后 张先生没想出去走走停覆下心情 没成想 胸痛突然醒来 在有人的帮助下 张先生紧急赶往医院就医 经过一番检查 医院最终诊断 张先生患上了极其罕见的心碎综合征 这也是尊义医科大学第五附属珠罕医院建议院 二十多年以来的首个病例 通常来说它就发病之前都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个情绪诱因 我们所以这个病也叫心碎综合征 心碎综合征一般有极端情绪引发 从初期症状表现以及后期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案均与心肌梗死类似 与之不同的是 心碎综合征患者还需要控制好自身的情绪 才有可能尽快康复 第一个就是要保持一个平和的一个心态 避免一个这个情绪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 第二个就是做好就是我们常规的这种慢性病的一些管理 比如说控制好的血糖 血脂啊 血压这些 避免在这些不良因素的刺激下而诱发这个心碎综合征 中海大报道